华联市公所推动课语再受肯定 荣获客家委员会112年推动课语为通行与执行成效平和优等 获颁80万元奖励金 29号上午市长魏佳燕会见客家行政事务所全体同仁 感谢伙伴们投注心力让市公所二度进榜获得优等的肯定 而进步幅度相当可观 而市长也其免大家将荣誉转化为动力 持续发扬客家文化建立客家友善环境 课委会日前举办课语机优表扬典礼及课语教学论坛 表扬112年度推动课语为通行与机优单位及有工人员 其中华联市公所荣获优等家机 并且获颁80万元奖励金 课行所所长简利文也获得有工人员表扬 一直以来有在办理各项的活动 那包含童花季祖笋节还有元客家年华等等 那我们都是会在活动当中融入课语的元素 鼓励大家来说课语 那去年的话我们比较就是有针对夏令营的部分 还有花联哈卡太平洋语文日的一个补助来做申请 那夏令营的活动在暑假期间来办理的时候 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回响 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这里学到一些就是客家化 那去年的话我们是花东唯一争取到太平洋哈卡一个语文能量的一个经费补助 那这个部分也在市长的支持下能够帮我们筹集相关的经费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市民站出来来做一个客家跟文化的一个展演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觉得应该也有达到一些加分的作用 所以我们今年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荣 花联市长魏佳燕表示在历任市长奠定的基础下 市工作团队发挥创意致力推动客宇生活化学习 未来会持续努力让客宇文化永续传承 今天获得这样那么好的一个殊荣 那其实也要特别的特别的要感谢前几任的市长 他们在客家的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视 那今年度我们也会加深力道 在客语方面也希望说我们将隐姓的客家人 希望大家能够在不管在生活的一个平常 都希望能够用客语来做一个交谈 那其实你会很少看得到我们客家人 在平时用客语来做一个交谈 大多都是在家里或者是过年的时候才会 那其实我们一直要做的就是平常也希望 大家用客语来做一个对话 那不管在买东西吃东西 那甚至于各个社交也都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我自己也会在今年度也希望能够学习去客语 那能够有得到客语的初级认证 那这是我一个自我一个勉励也自我一个肯定的一个方式 魏佳燕她也期许自己在今年度能够认真学习客语 通过初级认证带头示范 让说客语成为全民运动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 哦 Lake谢谢左船 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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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